第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面对的 是非常严峻的危险的形式 我们知道半年多以前 应该说不到半年吧 去年八月 佩洛西议长来访台湾的时候 可以说很多的台湾老百姓 我身边的听到 见到的老百姓 鱼记犹存啊 非常害怕紧张 有的人甚至于那一段时间出国 那害怕 害怕怎么样 擦枪走火 发生战争 那麦卡锡 外天的报导 他很可能在今年三四月间 四月间最有可能 因为四月刚好是 台湾关系法的一个周年 那极可能 我认为不是极可能 是一定会无限上纲的推高 两岸的危机 我认为这一次 这位议长来访 比上一次的议长来访 还要严峻 还要危险 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认为身为台湾领导人的 蔡英文 如果他心系台湾 就算他不心系台湾 选他的那817万选民 这817万选民 他的家人 我不相信 这个成千上万 成这个上千万的这些 同胞 我不相信他们每一个人都说 好 我们就为台湾不习一战 一点都不害怕 风消消息 溢水寒 我不相信是这个样子 所以蔡英文 他虽然有他的理念 有他的政治思想 他也有可能觉得说 这是他的第二任 他有他的历史的一个 要在历史流明 或者说 他有一个比较庸俗化的 他要帮2024年 民进党造势 能够让民进党顺利的 在连桩 在担任台湾的领导人 那再怎么样讲 我觉得基础就说 蔡英文 你还是要早眼于台湾人民的货福 安全 为了这样 其实蔡英文应该挺身而出 不管你是用委婉的口气 或者是用客气的语气 不管怎么样 你就是应该 拒绝麦卡锡来访 因为你要站在一个领导人的高度 你要站在台湾人民的安全货福的高度 去看这个问题 这是蔡英文的方面 但我对蔡英文 是不是讲这个 我个人 我是觉得 这个 希望并不大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抱一线希望 希望蔡英文出来讲 那另外一个 包括张校长 还有所有的 蓝绿的政治人物 也要挺身而出 出来讲话 向麦卡锡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想针对这个议题 我们先从岛内的问题先来谈 所以我想先请教一下张校长 你对于这个问题看法 还有就是说 这个事情的影响 对台湾 对两岸 对全中国 甚至于对世界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 美国布的这个局 这个岛链的这个局 军事上的对阵 核心中的核心 就是为了台湾嘛 美国就是为了台湾 布的这个局嘛 但是他不是为台湾好 如果是他是为台湾安全 为台湾好 他不会这样子 他把台湾的老百姓 把他放在水深火热的状态 面对战争 随时有可能变成牺牲品 所以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是想请张老师啊 给我们做一个这个点评 不敢的 我想今天非常高兴了 在王董事长王丰兄啊 他的第一个两岸的对谈的无授结群 我就这个荣幸啊 也在开点的时间来参加 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高兴 那王丰兄也是王丰董事长 也是老朋友了 那刚刚你已经开始那一段话 其实蛮让人感动的 就是充分的表达了 对于台湾安全的一个忧虑 以及对于台湾掉入到 国际政治漩涡里面的 那一种不安定跟不确定感 那我想今年是开春第一天呢 我想在回答您的问题以前呢 其实我的人格特质 因为我做过工程师 我都想说 我们是不是解决台湾的难题 所以因为今天是开春的 第一个节目 所以我想先在分析以前 先把怎么解决台湾的难题的方法 先把它讲出来 这次我在参选的时候 我提出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是把台湾打造成为一个 全球的非战和平区 这个非战和平区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各位知道我们往往国家的安全呢 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这个地理的位置 也就决定了你国家的安全 跟国家的前途 那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台湾的地理位置 移开在台湾海峡 但是经济上呢 又跟全世界完全走在一起 所以我所提出的全球非战和平区 在某种的战略步履上 就让台湾可不可以从东亚的军火的 火药库里面脱离出去 我们成为一个全世界可以被认定的 是一个非战和平区 我们不再掉进美国的一个战略陷阱 或者美国的一个战略资产的需要当中 这样子我们可以避免掉整个东亚地区冲突 对我们台湾产生的一些影响 而台湾有了和平的环境以后 我们才来发生 才能够促进我们的经济发展 所以整个一个全球非战和平区 我认为是未来这一年或者这两年 我们在讨论台湾危机的时候 一个根本解决的一个方案 那这个东西我暂时就不提 那您刚刚王丰兄对于蔡英文的期望 我觉得是太高了 我觉得蔡英文在某种的情况下 他是无法去拒绝麦卡锡到台湾来的 我觉得几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 就是你也知道在美中台的三角关系 联系台湾跟美国的 就是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 这么一个美台的关系 那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就是三个公报 包括他们的建交公报 那台湾跟大陆的联系呢 就是来自于九二共识 当九二共识 蔡英文在2016年已经被打断以后 所以说两岸之间的交流 就整个就断掉了 海基海西也没有任何的互动 那你看这几年发生很多事情 连金马奖大家都不来了 很多的经贸缩断就断掉了 当这个两岸都断掉以后 蔡英文唯一的一个依靠就是美国 所以他在唯一的依靠美国的时候 他怎么敢对美国说no 这是第一个 他不敢对美国说no的 他今天的表现 在东亚地区 您刚刚谈到了菲律宾 他是蔡英文 比菲律宾百分之百的亲美 他胜而知不会输给岸田 他比韩国还更亲美 也就是台湾的民进党的蔡英文 他是整个东亚这个链里面 他是最亲美的 亲美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 相当于英国 相当于日本 甚而超过了澳大利亚了 现在这个情况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呢 除了一个大格局外 还有蔡英文个人的因素 我们想到 如果蔡英文的论文是假的 他在这个情况下 他怎么敢去为例 以美国我代表的西方 整个一个情报机构 美国把牌一掀下来以后 蔡英文所有的前途全部结束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西方的领导人 他们不要说是论文 当他们有绿卡 当他们的财产都在美国的时候 他怎么敢去拒绝美国 我们看这是乌克兰的看得非常的清楚 还有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 包括像英国 包括像德国的最近的一些国防部长 他们在面对美国的时候 都是没办法说弄的 第三个就是整个两岸到一道选举了 民进党现在已经把他的抗中保台 站在赖清的讲法来讲 修正为和平保台 也就是基本上呢 民进党采取的策略 他把抗中换成了亲美 简单来讲 民进党在这一年选举的过程中 他要跟国民党比赛 到底谁比较更亲美 那要比赛谁比较更亲美的时候呢 他已经不断的放消息说 你看看我们在美国的萧美琴 做的比所有其他国家观 做的多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裴洛西去年来台湾访问了 今年麦卡锡会台湾来访问 然后呢美国的众议院 你们中国的事务委员会呢 还有可能到台湾来开听证会 然后呢美国还会给台湾贷款 这么多的美金 整整的现实来讲 民进党是完全可以得到 美国的信赖的 那这个时候国民党就陷入困境 国民党现在的对美国的态度 基本的逻辑也是亲美 也不敢对美国说no 就像怎么样 就像裴洛西那时候来台的时候 中国国民党的高层 没有一个说no啊 就像这一次 包括麦卡锡可能要台了 虽然侯友宜市长 他说我们不做强权的棋子 可是当麦克风 问到侯友宜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对麦卡锡来台怎么样 侯友宜市长也表示 我们表示欢迎 那你可以想象到 这个麦丰递给朱立伦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是表示欢迎 整个国民党的高层 在面对美国的时候 不管是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也好 还是个人家里面的财产 还是个人有什么的关系 面对美国 我必须很保留来讲 可能也很难说no 就简单来讲 当中国国民党面对美国 跟民党在竞争 谁比较更亲美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谁也不敢对麦卡锡说no 而只是不断的来解释 麦卡锡到台湾会带来 什么样的好处 那您刚刚谈到了 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最近走了菲律宾 美国的外交部长 国务卿 到了中国大陆 您刚刚讲 一个扮白脸 一个扮军事的黑脸 恰恰好 一个是黑人 一个是白人 这不就是黑白无常吗 黑白无常 两个在落实美国的战略嘛 美国基本上 还把它当成是一个世界的一个霸权 摆明了 他现在就在跟中国大陆做竞争 白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 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Z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